今天上課的架構一開始 我先跟大家簡介拍賣 然後我們會討論一部分的拍賣規則之下 我們的競標策略 包含我們作業裡面 國有地拍賣Vickery Auction的規則 然後會跟大家聊一聊 在拍賣當中一個很常見的現象 叫做Winner's Curse 贏家的詛咒 最後一堂課看剩下多少時間 我會跟大家話說從頭來聊一聊 應該說整個20世紀 大家說20世紀最盛大的或最重要的一場拍賣 就是1994年美國的無線電平譜拍賣 他們的規則是怎麼設計出來的 上個禮拜我們已經玩過了一個比較複雜的拍賣的遊戲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常見的拍賣類型 講到拍賣 你心目中會想到一些怎樣的形式 可能最典型 我們最常在電影裡面看到的 或者是藝術品 古董 這些東西的拍賣 一幅自畫拿出來 然後設一個底架 在底架之上有興趣的人大家就寒價 然後可以互相競價 你可以持續不斷的加價 那麼這種類型的拍賣 另外它的一個特性是 參加競標的人是公開喊價 你只要在這個現場 你可以看到其他人喊了多少錢 決定你要不要加價 那在我們提到的這個例子裡面 整個加價的規則 其實是 由低而高 這幾年我在操作一個跟 青銅器有關的小碩IP 然後臉書跟Google大概看到我常常敲 Bronze 或者是古青銅 所以每一季都會主動的發給我 那個加世德跟舒富比的 青銅拍賣廣告 我就開始固定的收到 這些我買不起的 這些拍賣行路 但是滿有趣的 那這些由低而高的公開喊價拍賣 在文獻裡面又稱為這個 英式拍賣 但是在公開喊價的形式裡面 有沒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反方向的 比方說像是很多的農產品批發 或是前年我去 北海道大學訪問 我去那裡開暑期課程 他們一個行程就是 清晨天還沒有亮 天微微亮 就到他們的漁市場 去看漁獲的拍賣 這種拍賣的規則 他們往往會先為 批發的農產品 或者是漁獲大條的鮪魚 先訂一個很高的價格 然後負責主拍的人 就是不停的嘴裡 唧哩刮啦的 然後開始 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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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降到一個地步 誰願意買了 他可能比一個首飾 或者是舉手 那麼就是賣給他 所以是從高價開始 逐步的降價 然後現場競標的人 他決定 當價格降到他願意接受的時候 他買下來 那麼在荷蘭全世界最大的花卉的批發市場 也是用同樣的方式 所以是公開的拍賣 但是出價是descending 由高而低 那麼這種拍賣的規則 剛才講到荷蘭的這個花卉批發 是用這種模式 大家稱之為 和式拍賣 這邊你有沒有想過 什麼樣的東西 適合用英式拍賣 什麼樣的東西適合用和式拍賣 如果從我們看得到的例子 或者我剛才的舉例 你有沒有看出一些端倪 或者是整理出一些規律 針對荷蘇拍賣 一開始先訂一個高價 然後賣方開始逐步的降價 看誰先率先舉手 或換誰先比個手勢說我要 如果是在荷蘭的花卉市場 他們其實是有一個 像時鐘一樣的 然後有指針 那個指針就是從最高價開始 然後很快速的移動 看價格一直降 然後看誰率先 接受某一個時點的價格 然後就把它買下來 我現場看那些拍賣的時候 都覺得很了不起 因為不管是用這種時針的方式 還是主拍者 一哩嗚嚕的在那邊喊價 那個速度都快到我來不及反應 來不及思考這條魚值多少錢 或者是這一批花值多少錢 他們就一批貨就已經拍完了 就進到下一批 什麼樣的東西在現實生活中 選擇用降價的這種公開拍賣呢 蔬果 魚貨 花卉 這些的共同點是什麼 賣不掉會腐敗 然後會過時會過期 在這樣子的東西 如果我們採用其他的形式 從低價往上 然後你設了一個底標 然後最後因故 流標 或是那個拍賣的過程拖得很長 那麼我們有那麼多的魚貨跟花卉 就有可能賣不完 賣不完的東西它就 不新鮮了 就一文不值了 所以對於要搶時效 然後又仍然要用拍賣的形式來 分配或者是來銷售的東西 他們發展出這種降價式的公開拍賣 可以很快的速度 而且它幾乎是不會流標 因為任何有一點價值的東西 讓它價格降降降降 降到趨近於零的時候 總有人會要買 是避免流標 那除了公開型的拍賣之外 另外 相對應的 open format 我們稱公開型的 另外一種叫做sealed bit format 就是密封型的拍賣 也就是我們的拍賣品在這裡 大家可以投標 但是不是公開喊價 而是每一個競標者 你私下 秘密的把你的標金寫下來 遞上去 其他人看不到 然後拍賣方 收集到了以後 根據他事先講好的規則 決定最後誰得標 以及得標的人需要付多少錢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看到其他人的出價 競標者很孤單的決定自己的價格 這個是密封型 也就是大家在作業裡面 那個vickery auction 其實就是密封型的拍賣 在密封型的拍賣裡面 比方說很多 有些政府的標案 就是屬於密封型的 廠商 私底下 投標 那麼分配的規則 很多時候我們是看誰出價最高 當然有時候會加上其他的條件 比方說以 版權銷售這塊來說 假設 一個日本作家 他要把他的文學作品的海外 其他語言的改編權利 透過版權市場賣出去 有些時候熱門的作品 版權代理就是舉辦拍賣 可是有可能有一些出版社 他就不知道他是發瘋 或是不知道哪裡來的錢 他就出價很高 可是他並沒有真正的實力 去把這個作品 轉譯成當地語言 而且做好的行銷 推介給當地作者 因此就 權利人來說 就一部文學作品的作者來說 如果他在意的是錢 好 那我們拍賣規則就是 出價最高者得 但是如果我在意的是 我的版稅收入 以及我的作品是不是真的得到推廣 在世界的其他角落 擁有讀者跟粉絲 來發揮我文學作品的影響力 那有些權利人透過他們的版權代理安排 可能他們會混搭來看不同的出版社 在競標這個版權的時候 他們是他們的出價金額 以及他們這個出版社過去的記錄 以及出版社對這部作品所提出來的包裝 以及行銷計畫 整體包裹在一起 然後讓權利人決定是誰得標 所以我要講的事情是 拍賣有的時候是比出價 但是有些時候我們還會看 非價格層面的東西 那麼當我們是完全的是比 所以以我過去 過去我有協助出版社 去參與過版權的競價 也就是我身為買方 我有參與過這樣子的版權拍賣 那麼現行的 全球的版權市場的做法 基本上也是密封型 也就是每一個出版社出了多少錢 其他出版社是看不到的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完全是以金額 來作為篩選的標準 假設是價高者得 這樣子的拍賣 那麼還是可以在區分 得標的人他要付多少錢呢 第一種最直觀 價高者得 他出多少 他最後就付多少 因為他是最高價 所以他支付的金額 就是最高價 最後十付的金額就是 喊到最高的那個價格 是成交價 但是你會發現我們作業裡面 出現的那個Vicry Auction 不太一樣 他並不是你們標到了 土地A或B或A加B 並不是付 你喊的標金 而是付一個奇怪的公司算出來的 那麼在一個更單純的環境裡面 我們常見的一種方案 叫做Second Price Auction 也就是次高價 喊價最高的人得標 但是他只需要付 所有投標的人的標金裡面的第二高價 他並不是支付他自己的標價 這個是Second Price Auction 你可能會問 生活中哪裡會出現到這種形式 有一些高價值的拍賣 包括房產 或者是我看過直升機 如果他們選擇蜜蜂式的 蜜蜂型的拍賣 有些時候是 價高者得他付第二高價 或者在真實世界裡面 有些拍賣形式 看起來不像蜜蜂型 不像次高價 但是他實際上 變得很像次高價蜜蜂型拍賣 什麼例子呢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人去Ebay玩過 因為台灣中文的這些拍賣網站 我比較不熟悉 當我以前有十多年的時間住北美 那個時候 我們家 因為我師母他習慣什麼東西都是上網拍 所以我們住的地方大概除了房子跟車子以外 其他都是透過拍賣網站來的 那時候就看了比較多關於Ebay上面的拍賣規則 特別是在將近二十年前 那時候Ebay還在發展的階段 其實上面常常會出現寶物 所謂還在發展就是用這個拍賣網站的人還沒有到那麼多 可是會有些人把一些很珍惜的很有價值潛在價值的東西拿去賣 然後因為買家不夠多競爭不是很激烈 所以當你會挑或願意花大量的時間熟悉 確認哪些賣家是可以信任的 然後你知道你用什麼方式來判斷拍賣品的真偽跟品質 那是有機會透過你這樣子的眼光跟專業技術買到物潮所值的東西 那麼在Ebay上面我玩過的 那我自己會參與的比較不是生活用品 私母都是買真的會用到的東西 我買比較像是那種樂高的那種經典款 收藏品二手玩具 那乍看之下他們的拍賣規則 很多時候很像是公開型的 加價式公開型的拍賣 也就是他設 假設我一款1970年的某一組樂高 那麼他貼了一個底價 那大家就可以喊價 他可能會設一個截止日期 OK 幾月幾號 11月1號凌晨截止 那麼在那之前任何的買方 大家都可以去喊價 然後就把他這個現行的最高價一直變高 可是你會不會覺得參加網路拍賣 他跨的時間很長啊 有的時候一個東西的拍賣 他橫跨了一個禮拜或者是一個月 然後你要不時的連上去看看你的價格有沒有被人家蓋掉 然後你要想要不要再加價 好像很煩 或者是很多人他們就會擠到 他們先記錄了 11月1號的凌晨截止 然後我就在最後的那幾分鐘再上去 然後看看那時候的最高價是多少 如果超過了我的月賦價格我放棄 沒有超過的話我喊一個價 很多人會覺得說一個橫跨那麼長時間的拍賣 要不然我不停的要過去看 時間會被切碎 或者是我擠到最後一刻 總是有一些不便 像我以前師母有些拍賣 他最後截止的時間是那種凌晨三點或什麼的 他就定一個鬧鐘 然後時間到了兩點五十五分起來 下標 所以Ebay後來他們發展出一種方式 這個方式叫做proxy bit 後來有些地方 又稱之為automatic bit 也就是面對這個公開加價型的拍賣 然後時間又跨得很長 Ebay提供一個服務 你一開始先填寫 你最高願意出價到多少 比方說某一盒的這個經典款的樂高 我最高願意出價到兩萬塊台幣 舉例 或者是700塊美金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就可以先填 我最高願意出到700 然後呢 然後Ebay的系統會幫我偵測 現行的最高價是多少 只要那個現行的最高價 別人喊的 是小於我輸入的那個700塊美金 Ebay就自動幫我出價 出價多少呢 是別人的最高價 自動加一個小額的increment 他可以是幾塊錢美金 他可以是50分美金 諸如此類 看那個拍賣的規則 跟預期的金額大小 也就是為了要讓大家避免 不停的回去加價的繁瑣 那麼一些拍賣網站發展出 proxy bit 或 automatic bit 讓你一開始一勞永逸 填寫一個你願意出的最高價格 然後只要別人的喊價金額 小於你的最高價格 Ebay就自動幫你 喊一個別人的最高價 再加一個額外的金額 舉例來說 我最高願意花700美金 結果別人喊到200 那麼Ebay就自動幫我出201元 然後這時候可能另外又有人來 來喊價他出了350 Ebay就自動幫我加到351元 然後又有人來加價加到620 Ebay幫我自動加價到621 一直加上去 然後最後沒有人再加了 最後就是我得標 或者是有人喊了800 超過了我原先設的這個proxy bit Ebay就幫我放棄 所以你就看到透過proxy bit 這樣子的這個網拍的功能 原本屬於ascending 公開喊價 這價格可以一直加的拍賣 他對很多人來講 時間相當於壓縮在一瞬間 就是我過去的時候 我來決定我的 我要的這個 我願意付的最高價是多少 一次性 當然這個proxy bit 你可以改 我今天填了700 結果後來看到 竟然有人出800把我蓋掉了 然後我真的很想要這一盒樂高 然後我再跟Ebay修改 我的proxy bit修改到1000美金 這是很合理的 那麼兩個件事情加在一起 會變成什麼樣呢 proxy bit 的存在 讓大家從不斷的加價 變成一次性的提供我願意付的最高價格 然後同時 因為拍賣延續很長 一般人很多人都覺得說 我等到最後幾分鐘 再去參加這個拍賣就好 我提前一個月就去出價 然後可能反而我提到出價 還提供了訊息給別人 比方說我看到一個古董 別人覺得不值錢 我覺得很值錢 然後我在拍賣截指前的一個月 我就去投標 因為我覺得很值錢 所以我出價很高 那別人看到 為什麼有人出價很高 他是神經病 還是他有額外的資訊 然後可能有人因為我出價很高 就開始去做研究做功課 發現這個東西不得了 然後他來跟我進價 所以剛才講到 大家面對到一個長時間的拍賣 會習慣很多人策略性的 到最後一刻 一瞬間才去拍這種行為 我們稱之為Sniper 有點像是拍賣到最後階段 我再去狙擊 那麼如果在一個拍賣當中 大家都擠到最後一刻 才去下標 而且下標的方式 又是運用了網拍的 Proxy Bit 或Automatic Bit的功能 實際上發生的事情 會不會很像 真正Series的這些競標者 都在最後一瞬間 然後出一個價 然後讓Ebay 用他的Proxy Bit 比價的規則 去進行 然後最後會怎麼樣 最後會是 出最高Proxy Bit的人得標 但是根據我剛才解釋的規則 得標者要付的是 次高價的金額 加上Ebay所設定的increment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做法聽起來很熟悉 是不是很像我們剛才講到的 Second Price Seal Bit Auction 是不是很像剛才講到的這個 次高價蜜蜂型的拍賣 它原來明明是 地聲型的公開喊價拍賣 但是因為Proxy Bit加上Snipe 最後彷彿成為次高價蜜蜂式拍賣 價高者得 然後他付的不是自己出的錢 而付的是次高價的錢 次高價的標金 加上一個預設的increment 從這樣子我是要讓大家來看 從文獻上面 我們往往把拍賣的形式 分成這四大類 那麼這四大類對應到真實世界 我們都可以看到有實際的案例在進行 不只如此 我們剛才講到的這個 我們剛才講到這些拍賣 或者是英文我們用auction 都是來看東西怎麼賣 可是很多時候我們身為買方的 我們也可以用auction 來決定要怎麼買 像很多政府的採購案 也是用auction的方式進行 講拍賣就很奇怪了 因為政府是要去跟民間的企業 買勞務 那麼可能讓大家下標 有可能是誰出的標金最低 就誰最便宜 那麼我就把我的這個標案發給他 那當然政府的採購案 現在看有些情況 是採用最有力標 而不是看這個 而不是比價 那所謂最有力標 就是看大家所提供的 你要來接政府這個案子 你具體的執行的計畫是什麼 你這個團隊有些什麼資歷 跟執行能力 然後我們把案子發給 這個覺得最有能力 執行的 主客觀的評價上面 最有能力把這個案子 執行好的單位 然後自動接受 他們所出的價 只要這個價格 在政府所設的 這個價格上限以下就可以 以避免說大家是為了搶標案 然後不定的壓低價格 壓低價格之後 廠商仍然要追求利潤 利潤就需要去壓低成本 壓低成本就顧不了品質 就造成有些政府標案出來的 政府採購案出來的東西 品質不太好 為了避免這個問題 有的時候政府的採購案 不是全部都是比價 而還會去看比你的這個 內容跟執行力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聊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來思考一下 這些不同的拍賣規則底下 從競標者的角度出發 應該用怎樣的策略 來競標 好所以我們具體來看就是 Second price Sealed bid 我們來看一個想像一個非常單純的前景 現在你面前就是有一個單一一個拍賣品 你可以想像它就是一筆土地 然後每一個人參加競標的 私下寫下你的標金交上去 然後 所以這邊的規則 基本上已經寫在拍賣的名稱裡面了 秘密投標 然後你也看不到別人 最後呢 最後的結果呢 是 the highest bidder wins 現在我用這個動詞 wins 就是你 贏了 你是出價最高的人 你最後贏得了這個拍賣品 出價最高的人 贏得這個拍賣品 但他只需要去支付第二高家的標金 規則就這麼簡單 然後我們就只有一個拍賣品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假設你是參與競標的人之一 然後 我們假設你自己對於這個拍賣品的估值就是V 你認為這個拍賣品值V這麼多 換句話說 如果你用超過V的價格買到 那麼對你來講 划不來 你用一個高價買一個沒有值那麼多的東西 是划不來的 如果有同學不習慣用符號來思考 那麼我們可以先 你在腦子裡面可以先想像 這個拍賣品對你的價值就是值100元 好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參與這個競標 然後你面對到其他或多或少的競爭者 然後不同的競爭者 大家對於這個拍賣品的估值可能一樣可能不同 然後這些不同的拍賣者裡面可能有人是理性的 他知道他的目標是追求拍賣之後的利潤 利潤就是我得到的拍賣品的價值 減掉我付的價格的差額是我的利潤 跟你競爭的人有些人是理性的 有些人懂得怎麼計算 怎麼去找到對他最好的競價策略 然後可能也有些人是瘋子 他就亂喊 或者是他就不管他的估值是多少 他就是只是為了要贏 或者是有些人他不太懂這個規則 他也不知道怎麼想 他就隨便出價都有 假設你的競爭者裡面有理性的有不理性的 有愛這個拍賣品的有不愛的 當你對這個拍賣品的估值是V 或者是100元的時候 你會用什麼樣的策略來參加這個次高價密封型拍賣 你的估值是100元你會出價60嗎 你會出價80 出價100還是出價120 你會出價低過你的估值的請舉手 有沒有同學 你出價會低過你的估值 你的估值是100 那我出90 我出70 有這樣的同學嗎 都沒有嗎 高過估值可能不見得是壞事 因為你並不是付你自己喊的價 你要付的是第二高價 當我提高我的競標價格 我的價格拉得越高 那麼我勝過其他人的機率就變大 我成為那個贏家可以得到拍賣品的機會就增加 然後反正我不是付我自己的標金 我是付被我比輸的人裡面的最高價 我是付所有人裡面的第二高價 今天都沒有人舉手 那會直接就出價就是V 就是100元的請舉手 OK有蠻多人的 那我們要怎麼思考這個邏輯 我們要怎麼樣來證明或說明 你們所支持的這個出價的方式 是一個好的策略 所以我這邊簡單的帶大家看 一些我們可能可以用來思考跟說明的方式 從我剛剛問大家的問題 我們可以想像 我們參加這個競標 我如果要把出價策略做分類的話 大概可以分成三類 讓我用大寫的B代表我的出價 然後讓我用V來代表我對這個拍賣品的估值 我可以出價低過估值 我可以出價低過估值 這是我的第一個選擇 如果要低過要低多少再說 然後我也可以 直接就是我的標金就是我的估值 或者是我換一個方式寫 可能更深動一點 叫做Bit Truthfully 很誠實的 我對他的估值是多少 我就喊多少價格 我就喊多少價格 或者第三種情況 就是我的出價是更高的 好 我們一個一種情況 一種情況來分析 第一個 在這個拍賣裡面 什麼樣的標準 決定我會不會得標 或決定我的輸贏 我需要跟其他人的出價比 所以我的 然後我真正要比的對象 是其他人裡面 出價最高的那個價格 所以我真正的競爭對手 可以濃縮成一個人 就是出價最高的那個其他人 那個 這個價格 我稱之為 Highest Rival Speed 決定了我會不會得標 假設我在這裡畫一個坐標 我會畫一個 二維的 然後我的橫軸 就是 Highest Rival Speed 有時候我也稱之為 我用小寫的b max 來代表其他人出的最高價 然後我的估值是在哪裡呢 假設我的估值 是 V 這個是我對這個拍賣品的估值 那麼其他人的最高價 會比我的估值高還是低 我不知道 這裡有幾個重要的參數 第一個是 我自己的估值 這個東西是什麼 是我知道的資訊 It's known 第二個是我的出價 我要出的標金是多少 My bid 這個是我的選擇 Choice 第三個 是其他人怎麼出價 以及其他人的出價行為 最後可以濃縮成一個變數 叫做 b max 叫做highest rifle beat 其他每個人的出價 可以取決於他們是不是神經病 可以取決於他們有多愛這個拍賣品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 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 別人的出價 帶有不確定性 別人的出價是一個隨機的東西 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別人的出價裡面的最高價 b max 從我的角度 是怎樣呢 它也是 unknown to me 這是我不知道的東西 然後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 random variable 這是一個隨機的 因為是隨機的 所以這個b max 有可能很小 有可能正好跟我的估價一樣 有可能大過我的估價 它落在哪 都不一定 現在 我假設 現在我假設我實際上出的價格 b 小於v 大概在這裡 所以這邊我在 我剛介紹了橫軸 那麼我們的縱軸是什麼 我們的縱軸讓我來刻畫profit 也就是當我估值是v 我出價小於我的估值 是大寫的b的情況之下 然後當別人的最高價b max 落在從小到大不同的範圍裡 我的這個出價策略 可以為我帶來多少的利潤 是我這張圖想要呈現的東西 那因為這個黑板有點擠 所以我先把一些 用不到的資訊 先擦掉 我的估值是v 我知道 我的出價是大寫的b 這是我的選擇 給定了這個選擇的情況之下 我面對到別人的最高價 從我的眼睛來看 是隨機的可高可低 那當這個b max 落在不同的位置的時候 我的這個出價策略 能夠為我帶來多少的profit呢 我們現在用這張圖 來把這個東西畫出來 我在這個縱軸的坐標上面 我也標上這些刻度 就是這個b跟v 我這裡把它拉鬆一點 這樣子等一下圖 看起來比較鮮明 好 我們要如何來畫 給定我的出價是大寫的b 我要如何來畫我的利潤 對b max來做圖呢 我們來看 當b max是0 或趨近於0的時候 我的出價是大寫的b 我得標 但是我只需要付次高價 就是我等於只需要付別人的最高價 我付b max 我得到價值v的東西 然後我付b max是0 所以我的利潤就是v 然後當b max從0增加到1的時候 1仍然小於我的出價大寫b 所以我得標 然後我付別人的最高價1元 我得到的利潤是什麼 是v-1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得到了一個 負協率的一條線 是往下的 隨著b max增加 只要b max小於我的出價大寫b 隨著b max增加 我的利潤就會從v-1v-2開始降低 降低到什麼 降低到別人的最高價b max 跟我的出價大寫b一樣的時候 OK 我們平手 然後當別人的最高價b max 大過我的出價大寫b之後 會發現什麼情況 我不再是最高價者 所以這個東西我沒有得標 我輸了 我沒有得標的東西 這時候我得不到任何東西 但我也不用付任何錢 因此我的利潤是多少 我的利潤是0 當別人的最高價b max 開始大過我出的價格大寫b之後 我的利潤 我都沒有得標 我的利潤也都是0 當別人的最高價 小於我的出價大寫b的時候 我的利潤會從大寫的v 我的估值開始往下降 隨著別人的最高價提高 我的利潤會降低 所以黃色這一條線 就是在我出價大寫b 小於我的估值v的情況之下 我的利潤隨著別人的價格 別人的最高價做圖 好 第一種情況 我花比較多的時間來解釋 那麼我們現在來看第二種狀況 Bidding truthfully 誠實出價 會是怎樣的狀況 橫軸仍然是 highest rival bid 縱軸仍然是profit 然後我這裡同樣的也標上v 只是在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出的我出的價格 不再是小於v 我出的價格基本上 我出的價格就等 我出的價格就等於v 我這裡加一個b' 我這裡加一個b' 表示是在我誠實出價的情況之下 我出的價格就等於我的估值 然後我們同樣的來畫利潤的這個圖 情況一樣 當別人的最高價b max 趨近於0的時候 我得標 我的利潤是 我對這個拍賣品的估值v 減掉我實際負的價值是0 我的利潤是v 然後當b max 別人的最高價開始上升的時候 我這邊開始下降 別人的最高價上升1元 只要是我得標 我的利潤就下降1元 因為我實負的金額增加 然後一直降到這裡 一直到別人的最高價b max 開始大過我的估值 我開始變成不是最高價 我贏不了這個拍賣 所以我什麼都沒得到 為什麼都不用付利潤為0 所以最後我的利潤的曲線 變成是這樣 好 所以我現在 我們能不能夠把降低出價 跟誠實出價這兩種方案 來比一比 降低出價的時候 假設我出的價格是 大寫的b小於v 誠實出價的時候 我出的價格是b hat 正好等於v 這兩種狀況我們要怎麼比較呢 我可以想像 在第一個方案 降低出價的時候 假設我原本降低出價的v 是在這邊 這兩個方案我要怎麼比 我們發現 我們發現 當別人的最高價b max 我還是加上數字好了 假設v等於100 假設我降低出價的時候 我喊的那個大寫的b等於80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看 你會發現 當別人的出價 小b max 小於這個b 小於這個80的時候 我不管是降低出價 還是誠實出價 都是我得標 然後付別人的最高價 我的利潤是一模一樣的 也就是說 我這一段 跟這一段比 這裡是80 我這一段跟這一段比 在這種情況之下 在small b max 小b max 小於大寫的b 小於80的情況之下 我兩種喊價方式 我的利潤是相同 此外 當別人的最高價 小b max 大於我的估值的時候 大於我的估值這兩段 這一段跟這一段比 同樣 我不管我的出價是大b80 還是我的估值100 我的出價都小過別人的最高價 我都輸了 我都輸了什麼都得不到 所以我的利潤 這兩段也是相等 但是真正關鍵的 要請大家看的 是這個區域 當別人的最高價 小b max 列在 借在80塊跟100塊之間 借在我降低出價的那個大寫b 跟我的估值v之間 當我們比這個區塊 你會發現什麼事 在這個區塊當中 如果你降低出價 你的估值是100 你出80 在80到100的這個範圍 當小b max 落在這個範圍的時候 你降低出價 你會輸掉這個拍賣 利潤為零 可是你誠實出價 在這個階段 你仍然可以勝過其他人 然後你最後得標 而你付的金額 又是小過你的估值 你是可以有正的利潤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比一比你會發現 什麼事情 如果我們把降低出價 跟誠實出價相比 你會發現誠實出價 永遠不會比降低出價更糟 但是在某些情況之下 當小b max 借在80元到100元之間的時候 誠實出價會比降低出價要更好 根據我們上個禮拜 所學到的觀念 降低出價是不是一種 Weakly dominated strategy 它是一個弱劣勢策略 反過來說 我們降低出價 永遠不會比誠實出價 帶來的利潤要更高 但是在某些區間 某些情況之下 降低出價的利潤 絕對會比誠實出價要更低 永遠不會比別人好 有的時候會比別人差 所以我的結論是什麼呢 是 bit below value 這種策略 是 weakly dominated 是 weakly dominated strategy 那麼如果你是理性的 有任何的理由支持你降低出價嗎 不會比誠實更好 還有可能比誠實更差 那為何 當我們這兩種出價策略 PK的時候 我們選誠實 接下來 我們來看 提高出價 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橫軸 仍然是 highest rival bit 或者是小b max 縱軸 仲軸 仍然是profit 然後我們對應 這個v 是你的估值 然後 為了不要表達重複 我這裡用大寫的b tilde 等下 上面是用b hat 來代表 誠實出價的金額 我這邊用大寫的b tilde 它是wonder 來代表我提高出價的金額 所以假設你的出價是在這個位置 是大寫的b tilde 你出的價比你的估值高 這個時候 利潤 利潤的曲線 會長什麼樣子呢 這個位置是v 仍然當別人的最高價 小b max 趨近於0的時候 你會得標 然後你負一個趨近於0的價格 你的利潤是大寫的v 然後隨著別人的最高價 小b max增加一塊 你的利潤減少一塊 增加 別人的最高價增加 你的利潤減少 到這裡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當別人的最高價小b max 借在你的估值v 跟你的出價 提高出價b tilde之間 這段時候 如果b max出現在這裡 你的出價會比他高 所以你得標了 你得標了 然後你需要支付b max的金額 但是這個拍賣品帶給你的價值是大寫的v 你會發現你的出價會高過你的估值 所以這時候你會得標 你會贏 可是你輸了金錢 所以你的利潤會是負的 一直到 一直到小b max 別人的最高價 幾乎等於你的價格b tilde的時候 你都會得標 但是你要支付一個趨近於b tilde的金額 你得到的是價值v的東西 所以在這裡 在這個時候 你得到的這個利潤 會大約是負的b max這樣的利潤 然後當別人的最高價b max 開始大過你的標金 開始大過你的b tilde之後 你贏不了這個拍賣 你什麼都得不到 你什麼也都不用付 你的利潤開始歸零 所以我們畫出了這樣子的這個利潤曲線 這是你提高出價的時候 所以我們把下面這張圖 跟上面誠實出價的這張圖 兩張圖來比一比 我們會發現什麼事呢 為了清楚標示 我把上面一些不必要的這些線條 給再擦掉 如果有同學不習慣用符號思考的 那我們可以先假設這個b tilde就是120好了 然後我們的b head 等於你的估值是等於100 好 我們現在上下兩張圖比一比 那我這裡也做一個標示 我的b tilde等於120在這裡 上下兩張圖比一比 我發現什麼事呢 我發現當別人的最高價 當別人的最高價落在我的估值以下的時候 也就是這一段 別人的最高價落在我的比我的估值v要小的這一段 不管我是提高出價還是誠實出價 我得到的利潤是相同的 然後當別人的最高價b max 高過我在提高出價的時候 所會出的這個b tilde 也就是在這一段 我的利潤也相同 都是零 可是現在我們來看一個關鍵的區間 這個關鍵的區間是在這裡 這一塊 當別人的最高價落在我的估值v 跟我提高出價的這個b tilde之間的時候 我們要看的是這一段 當別人的出價b max 最高價b max 落在我的估值 跟我提高出價的b tilde之間的時候 我誠實出價 我不會賠錢 我的利潤是零 可是當我提高出價的時候 我會用一個過貴的價格 買到一個不值那麼多錢的東西 我會得到負的利潤 好 如果我們把這兩張圖 這個利潤曲線比一比 我們是不是得到一個結論 誠實出價 永遠不會比提高出價更差 但在某一個區間當中 誠實出價會比提高出價要更好 這件事情我也可以反過來說 我提高出價 永遠不會比誠實出價更好 但是在某些情況之下 提高出價絕對會比誠實出價更差 它會帶給我 在某些情況會帶給我負的利潤 如果我們把這兩個條件拼在一起 提高出價就是一個弱劣勢策略 所以我就可以修改 我黑板這邊所寫的東西 我黑板這邊所寫的東西 就是叫做 Bit above Bit above value is also weakly dominated by bit truthfully 提高出價跟誠實出價相比 它是弱劣勢策略 Weakly dominated strategy 所以當這兩種出價的策略相比 你要選擇哪一個 為什麼要選提高出價 有可能賠錢呢 選誠實出價應該比較好 好 我們就把出價的策略分成三種 降低出價 誠實出價跟提高出價 我們發現降低出價和提高出價 都比不上誠實出價 當我們用這個weak dominance 用weakly dominated strategy的概念去想的時候 降低跟提高都比不上誠實出價 那最好 最穩健的方式是什麼 誠實出價 所以我們就得到一個結論 在second price sale bid auction 在次高價蜜蜂型的拍賣當中 那麼你不用去管 其他人的估值是多少 你不用去管其他人理不理性 那麼都不重要 你的拍賣結果就取決於你的價格 跟對你來說是一個隨機變數的別人的最高價 然後你發現你估值是多少 你就很輕鬆的過日子 把這個價格填上去 遞上去 它就會是你的最佳策略了 所以這樣子的拍賣有它的好處 它的好處在於當競標者都能明白這個規則 分析最佳的投標策略 大家的日子很好過 估值是多少 寫下去就對了 不會錯 然後就結束 那麼這樣子的拍賣最早 是由199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他其實應該是在更早的時候 1960年代的時候就開始做相關的拍賣的研究 所以現在這種形式的拍賣就用他的名字來命名叫做Vickery Auction 在當年 William Vickery 就諾貝爾獎宣布 1996年是頒給他的三天之後他就過世 我覺得經濟學獎有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就是要一直等等等等等 等到這個學者都年事已高 健康狀況不太好的時候才頒發 然後常常很多年長的年紀非常大的得主在得獎之後的幾年就離開原世 所以當年他沒有機會親自去領諾貝爾獎 他沒有機會去瑞典去發表那個諾貝爾獎演說 1996年的那場諾貝爾獎得獎演說 是由今年的諾貝爾獎得主Milgram代替Vickery去發表的 所以之後我們在網路上等到今年年底的時候我們會看到Paul Milgram他一輩子他至少有兩次的機會是來發表這個諾貝爾獎的得獎感言跟演說 當然其中1996年那次他是代表當年的得主Vickery 我之前圖上有一個數值寫錯了 下課有兩位同學跟我提出更正 我之前寫錯的地方是在於 這個圖的其他部分都對 當別人的最高價小寫的Bmax趨近於0的時候我的利潤是V 然後當別人的最高價Bmax等於我的估值V的時候我的利潤為0 然後之後在這一段我的利潤會繼續下降 下降最低到哪裡呢 當小寫的Bmax非常趨近於我提高的出價Btlta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得標得到價值V的東西但是我需要支付的是別人的最高價幾乎是Btlta 所以這個時候我的利潤會是V減掉Btlta 而這個數值是負的 因為我們從這裡看到我們Btlta是大於V 所以這個值其實是負號的Btlta減掉V 會是這樣 所以對應到這個圖的最低點我的利潤是多少呢 應該是負的Btlta減掉V 請大家做一個更正 我剛才這邊寫成了是負的小寫Bmax 那個是錯的 真實的計算應該是這樣 就是在這一點 當Bmax等於我的提高出價Btlta的時候 這一點應該代表是我那個情況之下 所能夠得到的利潤是多少 它是一個負值 講完了這些 我們現在來看這次的作業 先看剛才我們是2nd Price Steelbit Auction 我剛才說它是叫做Vickery Auction 是因為William Vickery 首先很嚴謹的去分析它 結論就是誠實是最好的策略 照你的估值出價 所以這次我們的作業變得很複雜 可是我還是做了一個提示 我稱它為Vickery Auction 所以大家最後的分析有哪些組 是決定是用誠實的方式來報價 你出的標金PA、PB、PA加B 就等於你的估值VA、VB、VA加B 是這樣填的組別請舉手 有一些 不適的請舉手 沒有人嗎 還是不好意思舉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很嚴謹的來思考這個問題 你會看到這個拍賣的規則 讀起來就很複雜 然後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規則有些細節還有一些錯誤 所以我先彙整一下 我們在這個拍賣裡面所得到的一些規則的資訊 第一個 我們有兩個拍賣品 是兩筆土地 就稱它為A跟B 然後我們有兩個競標者 今天我在講證明的時候 我先暫時是全部用我個人 身在其中的視角 這學期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跟大家聊到 其實賽局的分析 還是會有這個視角的問題 我是用上帝視角 然後從上往下 看賽局的每個參與者 他們應該他們會怎麼做 還是我是身在其中的一員 從我的眼睛看出去 來決定我該怎麼做 所以我今天等一下講我的分析 或證明的時候 我先用這個身在其中的視角 所以我們的兩個競標者 我就稱之為 myself 以及 my rival 並不真的是敵人啦 但是就是我的競爭者 然後 我知道哪些資訊 這兩個拍賣品 給我的價值 分別是 只拿到A就是VA 只拿到B是VB AB都得 我稱之為VA加B 有可能 這個VA加B 是大於VA跟VB的總和 出於縱效 然後其他人 還會有他們的這個估值 然後其他人的估值 從我的角度來看 是隨機的 可能會遵循某些機率分佈 那我們當然裡面假設是 這個uniform distribution 均勻分佈 但其實我們並沒有真的會需要 用到這個條件 接下來很重要的 我們決定了拍賣品 參與者 跟估值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看的是 我們這一款的拍賣 它的規則是什麼 所以 不管這個拍賣的說明寫的是很長還很短 在最終你需要釐清它的規則 在這個規則之下 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我的標金必須要能夠 必須要是三個數字 這三個數字就是 PA PB PA加B 詳細的內容 大家看過作業 我就不多說 然後我們也 規則也做了一些限制 就是這個 你的PA加B 不能夠小過 PA跟PB的總和 然後這個規則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我們規則要決定 根據大家的標金 最後的土地要怎麼分配 拍賣品要怎麼分配 以及得標的人要付多少錢 不管是剛才second price sealed bid auction 或者是其他複雜的拍賣 到頭來我們的拍賣規則 你都必須要萃取出 物資怎麼分配 什麼東西給誰 是依據什麼條件 然後得到這些物資 得到拍賣品的人 要付多少金額 那麼 從這裡出發 我可以先整理 一些初步的結果 我寫在最左邊 你足夠的 有趣 有趣 把欄放在這裡 的話 也要記起來 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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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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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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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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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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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